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就看了听说一个地方有十个人单中有六个人跟腱都断了 那你觉得这个跟腱断是这个地方有一段还是它没有合理的运用它还是 我觉得两方面一般都是头顶后场然后起跳落下来那一下 或者是前场有的时候一蹬啊什么这样 我认为啊肌肉在你运动的时候负荷太过了 然后肌肉都变得很很死很硬 你又没有热身准备突然的一个用很大力的一个动作的话 它就很容易一下子就出现跟腱断裂 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膝盖韧带啊这些半月板啊这些 撕裂对对对这样都有听说啊 那赵主导您觉得那个像这种情况啊有什么办法就是他们能够预防一下 就把这个山病能够避免 我个人的经验我认为就是一方面作为业余选手来说 准备活动要做一点对 因为我看了很多就是说他们一直来打球就是小妹们拍子一拿衣服一脱 然后上来就开始就打了就热火朝天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比较容易受伤 所以我还是建议提一点建议就是说把准备活动做开一点 就几个关节 白关节西关节腰部啊尖啊这些颈部这些把这些关节活动开扔再拉一拉 然后再去打 而且打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上来先渐渐的 一上来就开始奔跑了这样的 这些因为有些可能现在身体也好各方面状况都好 他不觉得可是有时候万一累了疲劳了更容易受伤了 所以这是一方面的要注意的 还有一个就是有能力的话还是加强一些力量的练习 一些半蹬啊 一些翘啊 包括一些扶我撑啊哑铃啊这些都可以做 这些我相信多少都会有些帮助 我觉得赵赵您刚刚讲的很全面了 那么如果有点补充呢 就是运动后不能够马上的就完事了 那一定要有一个叫翻松整理 对对对对 一定要把这个其实很关键很关键 他这一次复活完了你如果没有这一下缺少这一下的话 就给你下一次的运动带来潜在的威胁 运动完以后你可以坐下来压下韧带啊 对把这些各个关节啊这些都给他拉一拉 对 让你刚才那些颈的肌肉把它拉开一个 拉的过程实际有一种很简单的办法 比方说要放松这块肌肉 我一定要向下反的翻线 并且呢 要停个几秒钟十秒十五秒 就是要有点效果这样说 要让它持续绷绷在那撑在那 然后你再放松 这样效果就比较好 应该很管用的 对那个如果有机会呢 等一下肖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从手上你看你要放松这一条手背的肌肉的话 我们可以把手往里弯绷 你看我的绷到最直 我就感觉到这一条肌肉全部拉伸肢的 撑住了 停个那么十秒钟 然后就可以放松 这个是这个手的这一个背肌 那么反过来呢 反向的 我要放松这一条肌肉 手的这条肌肉 我可以这样撑到最大限度 停住十秒钟 大概这个样子 然后就放松 针对大背 那么你可以做一些这样的 这个大背的肌肉 腰部 那么你可以往前弯 弯的时候呢 做一些这样的敲打 整理的运动 最大限度的这个腹背 然后呢 可以放松 放松 大腿部位呢 我们可以往后 相反的方向拉 给它绷直 也就是这个角度 给它绷直 你会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肉 整个很放松 停住 然后呢 通过这样 你看这样一种抖动 来放松 这个小腿的肌肉呢 就跟腱去身 绷到最大 把这个部位撑开 停住 然后呢 抖动 包括你可以做些 把这个怀半截撑开 用力 压 现在谈到羽毛球 就会肯定有一些羽毛球的 专门的一些体能素质 比方说您那个后场球 特别漂亮的那一下 那个力量 是通过什么样一些方法 能够获得 您的意思就是把我的独门 诀窍 就交给人家了 那就不成独门了 就公开了 这门就打开了 是吧 其实这个也是开发效 因为这个其实 都是一个公开的 对吧 那这种训练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在于这个腕力 这个腕力是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包括像后掌 可能你的点已经比较厚了 你再去借这个大臂啊 或者升线 已经不太可能了 对完全是靠这个腕力的 最后一个爆发力 这个方面可以通过一些什么 训练就是比如说这样的挥拍 你就是让你可以用羽毛球拍 当然你要想长一点力的话 可以用一些比较重的 我觉得比较可行的 可能那些壁球拍 对又不像网球拍那么重 对对对 然后呢 比羽毛球要重一点 这样去挥 这个挥呢 一方面就是固定了 你打球应该是这样了 再一个呢 就是说也会增加你的这个腕力 这样的多次去挥的话 我想一方面会增加它的这个力 一方面也能够让你能够了解到 就是说羽毛球当在被动的时候 就继续点比较厚的时候 还可以有一些主动的这个处理 对 还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跳绳 嗯 我觉得跳绳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 你又可以增加你的踝关节 包括包括小腿的一些肌肉 对 还可以帮助你这个腕力 对 对这个尤其跳得快的时候 或者双飞双飞的时候 他当然是需要这个手管的这个摆速 嗯 当然如果是跳的质量比较好 这个肩挂肌的力量 他也会做一个支撑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全的 一个增长的一个训练的方式 说到这个就是跳绳 可不可以在跳的过程当中 增加一些像原来提到过的 一些羽毛球的一些专项步法 嗯嗯 比方说一些小交叉步啊 你可以用交叉步来跳是吧 或者是前后左右蹬跳啊 等于在增加了手腕手腕甩动的力量 和踝关节力量的同时 还起到一个灵活性 对对对对 我估计这个难度会比较大一点 呃但是确实是很有很有效 然后呢 说到您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手腕啊 这些呃 我们还经常有用的一种方式是什么样的 就是羽毛球过程当中 不是很多都是像鞭打动作 是是 那么通过一个咱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练过 拉一个橡皮筋 橡皮筋 然后就很多羽毛球的动作 对对对 橡皮筋掉在后面 对 然后手握的那参照用一些羽毛球 是是是是 头顶啊 对对对对 甚至于什么抽球啊 对对对 都可以用的 这种跟跟鸡球动作相似的 一种这种动作方式 然后去拉那个皮筋 对 增加手背的摆动能力 已经获得一些像您刚说的 呃小背手腕的手指 甚至于手指的力量 像肖老师讲的那么详细啊 嗯 将来业余球员 我估计就变成专业球员了 这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这段时间以来啊 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去 打反拍 打反拍 那么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就告诉他们一下 就怎么样去练 嗯我想就是提点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们从小其实教练是不鼓励打反拍的 是啊 因为反拍毕竟他没有威胁 对对 还是要要求我们就是用头顶去打 对 当然这个反拍是必不可少的 尤其在这个没办法 业余选手里面啊 我觉得他因为叫 完全叫他去用头顶打 可能难度会更大一点 反拍会来的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现在很多人一上来就说 哎怎么打了后场啊 我怎么还我还想反拍杀球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太急了一点 啊 什么东西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嗯 所以在刚开始打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以打后场为止啊 可以先做一些过度 嗯 比如说挡直线啊 挡这个对角啊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做 嗯 那做的过程当中 主要还是要注意一个动作的合理性 嗯 怎样去能够让动作舒展一点啊 做多了以后 你觉得这个这些球掌握的比较好了 嗯 然后你再渐渐的往后场打 把动作规范好了以后 再去加点力 把这个力量发力的那一瞬间能够掌握好 我相信这个球呢 呃 虽然不能说很厚吧 最少没有像之前那么辛苦 就是 那我觉得还可以借助一些方式 嗯 原来说把你挥拍 对 先首先挥拍不打球 嗯 动作标准了以后 这下一步呢 像您刚刚有原来有提到过 就掉一个掉线 嗯 掉一个球 然后你再把脚跟手配合起来 对对对 再去找那个身体跟球的那个 之间的那个距离感觉 然后这就进了第二步 然后去再把这个动作再规范 对 那么再进一步呢 可以用那个多球啊 一次一次的比较慢的 嗯 然后去体会 这又动起来了 再进一步的就可以配合前场 一动到前场 然后再到后场去 就把步伐再把它配合上去 对再配合上去 再去打这个球 又有一定难度了 嗯 那么当你这个再掌握了 那么最后你就可以全场 比较自如的 啊 你就比较自如比较自动的去完成这个 对 所以刚才我觉得有一点是比较好 就是说 通过 反复的练习 这个是一个一个前提 必须要 而且就是说 用一些多球来 是因为跟比较实战嘛 在业余选手里面就是很少看到会有多球来这个进行练习 其实这个蛮容易的 对 其实对 你把它平常打的一些球 因为不需要新球嘛 对吧 你打过了一些球 可以用的话 把它累积起来 用一个东西给它装起来 然后 因为经常都是几个人嘛 可以 可以互相去练一练 那您教一下别人一些发球的一些方式 就是一些送多球的一些练习单都有用的 或者送多球或者你发多球 对对对 好吧 行好 那么通弹情况下呢 你看 像一种这种方式拿球比较科学一点 把球头从 冲前面 嗯 你看你直接一个一个的摻摻摻 拿着就很快 就出去 对对对 退的太厚了 准备合 起动 那么当你自己发球的时候呢 那你也可以一个人 一个人你要这样拿着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 等于你看 手一个一个下去 这边拍子 啪啪啪就 就出去 就有点像那个机器 对对对 然后眼睛我就可以看着对方 他需要哪个地方 我给到哪个地方 这样一种方式 对 那么还有一种实际上很快的一种 比方说一些栓打的风管啊 实际上一个人是做不了的 对 那么需要一个 另一个人来配合 配合 就是说要有一个人地球给这个发球的人 对对吧 嗯 咱们俩演示一下 你来发球我来把球滴给你这样 可以就开始 然后对 然后我这边啪啪 这样就配合起来了 然后很快的速度也可以 是是 我的手始终在这 你多快我要给多快 你就往里面插多快 对对对对 还有一种什么办法 我来配合你 像我们应该是一个框的对不对 对 那个框里面应该是堆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要演名手快 所以拿球的时候要这样的 所以我球都乱七八糟 我一拿以后我这个就给你 我说我可以两个手 我也很快的 然后我也不管 我的手反正我就控制在这 然后我一抓一给 然后一抓一给就这样 下一个 快点快点 对快点快点来 不opes bot车 我先一起地 给我 那就烦 nutritional